你这阳光真好啊 晒晒的 舒服啊 好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奋斗容姐 哈尔滨今天也大大冷了 零下二十七八度 刚才呢 在这个新闻上呢 看到一个消息 话题比较沉重 一个80后的小丫头 爸爸妈妈北京的 爸爸妈妈就都瘫痪了 都有病了 然后他不得不放弃 这个比较高薪能工作 然后在家里全职的 就照顾他的父母 最后的就是实在是崩溃了 蹲在这个病患嘛 嚎啕大哭 你说他是80后 家里肯定是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 这两个都躺在床上了 80后的这个孩子 肯定在社会上 也没有太财富积累 我每天也都得去上班工作 慢点慢点 那么他的父母 慢点慢点 慢点喝 他的父母呢 就相继病倒了以后呢 他就不得不辞去这个工作了 在家照顾他的爸爸妈妈 已经持续了呢 有将就半年了 就其中爸也请过护工 可能人老了 得这种病了以后 性情就变了吧 他爸就把那些护工都骂跑了 他不得不就辞职 就必须得就回家照顾他爸的妈 那么咱想想 这个孩子这个小丫头该有多难 这只新闻呢 就容易感觉 这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呢 现在的人口都逐渐的老龄化了 老龄化了 这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而且呢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尤其是我们东北这面 就是得这个半身不随的 最后卧床的 就是失去生活自理的老人家特别多 还有一种就是像我妈这样的 老年迟来的 就已经没有灵魂的了 但是他还有一口气 而且能吃能喝这种 完全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的老人 也特别多 反正我是深有体会 可能现在人好多的也都比较理智了 以前就是道德绑架 荣姐还是那句话 就是未经他人苦 莫切他人善吧 就是都不容易 这个为什么 因为你像有积蓄性 或者是他有很优厚的退休金 然后你不去工作 你不去工作 你就在家全职伺候他 最起码物质上 你有一个保障 那像有的老人 他一辈子在底层挣扎 就像我妈连老保都没有 老保也没有 一辈子在没有积蓄 然后他现在病倒了 你能瞅着吗 那么孩子现在就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要么你就失去 失去这个生活来源 你就得在全职照顾他 那吃啥喝啥 这不是面临着一个问题吗 那你要是不去照顾他 你去上班 你最刺激的给他送金老院吧 你送到金老院 那是不是得钱 那是不是得去挣去啊 不挣连金老院的钱都没有 家庭很多啊 面临这样的家庭 就一个孩子 咋办 哎呀太难了 就是你说你不管吧 不是那么回事 管吧 就管吧 管吧吃喝 这没有钱还不行 所以真的就是 每个人的晚年呢 真的都是一场血雨腥风 现在我看这个话题 我这个心口我还隐隐作痛 就是我们每个人 谁都逃脱不了 有的人就是到老了 可能不到老 我说最后的什么年纪 他就心梗没了 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修来了 是有福气的 自己不遭罪 也不拖累身边的人 但是有几个能这样 去离开这个世界呢 好多大多数的人 他都是最后 他说在病床上 就要度过这段时光了 一个孩子 将来这个负担 真是太重了 每个孩子 都将来都在面临这个问题 希望国家吧 比如说社区养老了什么 就是反正在针对这方面吧 国家成立个公立养老院什么的 因为要不然 这真是一个社会大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 逐渐老龄化了 人口出生率也下降了 一个孩子 四个老人 你说待有多难 所以趁年轻多挣点钱 就多挣点钱吧 毕竟到老了 你万一有什么 这个 卧病在床了 你还能拿出钱来 孩子能在这个物质上 还能这个 少奔波一些 能给他减轻的压力 否则你钱钱没有 然后你还病倒了 这真是对孩子来说 是一个大难题 好了 今天咱就说这些吧 如果您喜欢融解 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明天见 好 我们下期再见